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饮水私泉 任何人对我的信仰追求 生命的成长和侍奉 有帮助 特别是有直接影响的教会领袖 我都是常常在神面前感恩 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特点 我也常常回想 他们的生命的见证 他们的教导 那么同时呢 有机会我也非常愿意盼望 在合适的时候 可以来回顾这些的事情 纪念他们 也来跟弟兄姊妹分享 也是一种传承 那当然这些的分享呢 或许不成文章 也不成为某种的教导和信息 只是一些点笛的事迹 也有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也可能我也没有跟他们自己来交通过 这样的事情 那甚至 他们也未必记得这些琐碎的事 但是对我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相信这就是圣灵透过他们 来影响我的追求成长 侍奉 也是 在这样的事无巨细 随处多方点点滴滴的里面 上帝的指纹 就带领感动 坐在我的生命当中 让我可以来认识他的同在 知道神借着他们无为不至 来让我们清楚的来跟随主 那我跟王允信牧师最重要的近距离的接触 也是时间比较长的接触 是在1996年到1999年的 四届中国学人培训营上面 那这个培训营有四个机构轮流主办 一个是大使命中心 就是王永信牧师负责的 一个是海外校园 就是苏文峰牧师所负责的 中国福音会 就是赵天恩牧师负责的 还有李善求牧师负责的 神州大使命 这里有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在培训营结束以后 一些的弟兄姊妹的合影 分开之前彼此的祝福祷告 也是非常的珍贵 那我对王永信牧师的印象呢 是他有非常宽阔的国度的眼光和胸襟 他特别的关心全球华人教会参与大使命 回应大使命 投身大使命 所以他很多的 这些的事工的发起 都是有大使命这三个字 大使命中心 就是一个营地 大使命期刊 就是一个杂志 那当时我们也 非常的感恩 认识陈慧文姊妹 是主要的 在大使命中心的负责人 之一 也有大使命的神学院 那无疑 王永信牧师是全球华人教会 德高望重的领袖 有国度性和国际性的 这样的眼光胸襟 也是这样一个历史的人物 也是一个在国际上 非常有代表性的 代表华人的一个人物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我们不否认 我们也不高举人 但是呢 王永信牧师就像很多 国度性的领袖一样 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尊重 也是被很多人所敬重的 那王永信牧师自己也承认 他是有局限的 这个是令我最感动 也是最令我能够 常常回想起来 从他身上所学习的 这些的事情呢 串起来看来都是小事 但是因着多次 在我的眼前发生了 也是王永信牧师的 这种的品格素质 他的领袖的风貌 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认为这是 绝对是不一般的 这也是我想 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 也就是可能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那记得第一届的学人培训营 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要有开牧师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主委会的 这四位的牧师 加上我跟张路娇 牧师呢 就是作为特邀的 一个大陆同工 一起来参与 这样的测换 所以会前的讲员 主委会就一些人在一起 碰头交通祷告 突然在这个时候 就有一位领袖提出来 这个大会的节目安排有问题 对大陆的弟兄姊妹 可能并不合适 而且呢 这样一个表示的话呢 不是一个 好像一个建议 好像一个想法 不是的 提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 严肃的是说 这个好像是在 闭门造居 那当时在座的 所有的讲员领袖 就惊呆了 特别是我也惊呆了 对吧 我说马上就要 半个小时就要 开幕式了 怎么这个时候 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没有 真的没有想到 王永信幕式就提出来 我们马上改 这个对我来说 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 来自于 加拿大 美国各地的 这些的大陆弟兄姊妹 各地的这些的 知名的讲员 马上就要一起开始 来开幕了 居然因着这一位 提出的这样的一个 慎重 也是比较严肃的 这样一个动议 王牧师当时就把 纸笔拿出来 我们现在就赶 这个是利母 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是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不是一个好像 很强势的 我说了算的 这样的一种的态度 而是非常敏锐 听到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声音 而且很慎重的 当场就赶 另外一个事情 我以前提到过 就是在 一个大会期间 也是在中国学员 培训营的大会期间 那么 这个大会正在进行当中 当时的话 是不是因为 这个大会的信息 下面就分组 在一个大的 一个会场的里面 分成东南西百四个角 我就不记得了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 张伯利牧师 他当时还不是牧师 就提出一个问题 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政治 这个条子就传到 王永信牧师的手里 他就叫全场停下来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 全部停下来 不管我们是什么活动 什么讲运什么安排 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也是对我来说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怎么可能 应该一个人的 一个建议 一个问题 就所有的都停下来 包括后面的讲道 后面的这些的活动 全部停下来 来讨论 而且是大堂讨论 所以在这个讨论的时候 王永信牧师就举出了 自己的实力 他是如何的来关心 美国的这个社会文化 这个信仰的堕落等等 那是几十年前了 他就在提出来 他就如何的给美国议员写信 敦促他们回归圣经 他也是强调 华人应该关心社会 关心信仰对文化的影响 而且他放了一个视频 就是他自己怎么样 一个人开着一个 一个老爷车 去三藩市的市政府 递交他对同性恋的看法 敦促三藩市的市政府 回归圣经 那天晚上对我的印象非常深 我是觉得 如果王永信牧师没有这样的眼界 胸襟和敏锐 他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那结果 当天晚上 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束 那是回答了 张伯利牧师所提出的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第二天 在这个大会的信息结束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天大会的信息 就是王永信牧师 他讲完信息 他就呼召 他呼召的时候 他就讲得很清楚 你们听清楚了 我希望你们不要听错了 听清楚了 你们把你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工作 你的手上的事情全部放下来 只为了传福音 有这样的人 你如果今天觉得圣灵感动你 就请你站起来 走到前面来 没有想到第一个走上去的就是张伯利 我在后面看到以后 我真的不敢相信 因为我知道 伯利因为 他是因为有六四的情节 所以他是里面常常在想 如何的 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 改变中国的文化 结果他第一个走上去 因为王永信牧师当天就讲了 放下你一切的想法 你一切的事情 专心来传福音 所以他就奉献了 结果伯利下来的时候 我就问他 伯利这还是我的原话 我说伯利发生什么事 他说怎么了 我说你疯了 你昨天晚上问这个问题 就是想回答 基督徒能不能参与政治 结果你今天 王永信牧师讲得这么清楚 你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你来跟随耶稣 他说是的 这是张伯利牧师的原话 从今以后 我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哎呀我太感动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的指纹 看到这些人 这些事 这些的聚会 这些神的工作 对我自己的影响 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 绝对是上帝自己的指纹 他的见证的指纹 还有一次是黄德恩老弟兄给我讲了一件事 我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 黄德恩老弟兄给我讲了一件事 就是他因为参加了大使命中心举办的联合举办的中国学人培训营 所以王永信牧师就给各地的教会领袖写信 其中这封信也写给了黄德恩老弟兄 我记得当时黄德恩老弟兄还把那封信拿给我看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 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可能太大 对我来说 我就没有去读那封信 在这个信中 王永信牧师提出了一个事工方案 黄德恩老弟兄就觉得非常的不妥 他就给王永信牧师写了回信 指出了这件事情可能非常不合适 而且会有负面的影响 结果没有想到 王永信牧师就撤回了这个事工的动议 我相信他是给上百位甚至几百位 这种华人教会的领袖写了信 但是至少是因为黄德恩老弟兄的这个回信 王永信牧师就撤回了这个事工的动议 后来我就见证了 我就去大使命中心的时候 我还特意的去看是不是这个结果 真的是这个结果 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黄永信牧师是有国度的眼光 胸襟 谦卑和态度和敏锐 对很多的领袖同工所提出的不同的看法 他是有一个完全是一个 这个降卑自己的这样一种的态度 来包容 来接受 来谦卑自己 圣徒相通 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 这个就是上帝的指纹 就是通过他坐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是非常的感恩 最后有一个事情 我也是可以说一生不会忘记 就有一次在一个特邀的大陆事工的研讨会上 黄永信牧师也是被邀请的 我也是被邀请的 一个全国性的大陆事工的研讨会 但是在这个研讨会上 并没有安排我的发言 结果 大概是我的印象当中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讨论到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觉得圣灵对我有感动 结果我就向会议的主持人 也就是苏仁峰牧师 申请15分钟 我说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动和看见 苏仁峰就给了我15分钟 额外给了我15分钟 其实现在回想就是国度连接三元河流 这样一个两个使命 因为在我的自83年被圣灵感动以来 我没有第二个意向 没有第二个负担 所以我就分享了15分钟 分享完的时候 王牧师就打断我 他说等一等 最近你来美国多少年 我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十几年 他说你来美国这么短的时间 你所看见的对神国的看见和了解 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我们才看到这个点 我有一个请求 这个是令我浑身发抖的 他说我有一个请求 当你们那一天实现这个神的一个意向 看见的时候 我希望我在里面有份 这个当时我整个的人 就是非常的惶恐 我说这样一位神国的领袖 著名的德高望重的 他怎么可能讲出这样的话 在这样一个 我这样一个主内的小子的面前 怎么这样讲出这样一句话 令我非常的震撼 所以在王永信牧师的身上 我看见了那样一种的博大 那样一种的胸襟 那样一种的对圣灵的敏锐 所以我真是感谢神 也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王永信牧师 这样一位属灵的导师 来借着圣灵坐在我的生命当中 愿神的荣耀 愿上帝安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